第一次用這個 很神秘的東西 開台 我來看一下 記得可以看聊天室 嗯? 其實還在摸索啊 所以過程當中 可能會 可能會有很多的不懂 我先來確定有沒有開台好了 我來看一下喔 應該是開了吧 我看得到欸早安 喔看到聊天室出來了 喔真的很酷欸這東西 我昨天其實已經 已經研究了好一陣子 可是 可是就還是覺得很陌生 第一次使用手機 這種 東西 這種工具來開台 覺得很酷 昨天那只是微小測試而已 所以 我來看一下喔 那我們就把 視訊畫面帶出來喔 桌面 然後點這個 聊天室可以小一點嗎 聊天室可以小一點嗎 好像不太行欸 好吧 那我們就 就盡量先 暫時這樣吧 看起來很蠢 你們宅蠢 欸有啦 有 可以跳那個聊天室的字幕 欸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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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平板好難用喔 不是很難用啦 是 我不太會擺它 欸咻 我們來看橘子冰 他 他拿著 拿著我的豆貓棒 在狂奔 欸咻 你叼豆貓棒 欸欸欸欸 我獲得了我獲得了 啊 超兇的超兇的 蛤 蛤 我不知道他今天 到底喝了什麼藥 這個 吃飽 哇 馬上就非常的暴動 來來來 欸咻咻咻 你用咻的 你怎麼可以用咻的 感覺豆貓棒 很快就要壞掉了 好可憐喔 這豆貓棒 欸 你在看誰 你剛剛在看誰 你該看鏡頭嗎 鏡頭在這裡 你看裡面 橘子冰 你看裡面還有一個橘子冰 裡面還有一個橘子冰 呵呵呵 動貓棒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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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貓棒 動貓棒 動貓棒攻擊 攻擊 這小傢伙 等他安分一點 他最近體力越來越好 他以前呢 玩個 15 20分鐘 他就會疲累 然後你就可以抱著他 他就會睡 但現在呢 基本上你玩個半小時 他都還會像現在這麼嗨 呵呵 呼呼呼呼 今天要玩橘子冰嗎 先玩完他 好不好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 更嗨一點 呵呵 欸咻 欸咻 橘子冰不是怕嗎 欸咻你在幹嘛啊 橘子冰怕什麼 對啊 It's me 今天嘗試在這裡用 手機 其實手機可以開啦 啊我的手機不太行 所以我借了一個平板 然後Android的平板來開開看 感受一下 在現在這個時代 不同的開台的形式 覺得還蠻厲害的 居然用個平板就可以開台了 你幹嘛 你還在抓癢 嗯 你還在抓癢 你還在抓癢 你要走去哪裡 那裡看不到 這裡才看得到 傻乎乎 呵呵呵 啾啾啾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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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啾啾 啾啾啾 他真的是有點傻乎乎的感覺 呵呵呵 你在幹嘛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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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好不好動喔 給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橘子冰的小窩 雖然他現在 很激動 旁邊 嗚嗚嗚 差點被他抓到手手 他現在站在這上面是給他買的玩具 然後 感覺那個毛 有沒有可以看到那個毛 感覺很舒服對不對 真的很舒服 不開玩笑 這橘子冰會在上面 直接在上面睡覺 他不在旁邊 不在他的小窩 就在這上面 躺在上面睡 然後 嗚 呵 他剛剛攻擊我 他想要抓這洞 我幫你打到我的手手 然後他的下面配上這個 一洞一洞的 是連在一起的玩具 那個一洞一洞的裡面有 貓草玩具 正常的小貓 他應該是比較 比較不太會玩 可是他很厲害 欸畫面黑掉了 欸 欸 欸 好好好 又回來了 這平板 大概每五分鐘要碰一下 剛剛忘了條 關閉螢幕的設定 呵 這個 這個小東西 裡面有貓草玩具 我原本想說 正常應該不可能把它弄出來 可是橘子冰每次都有辦法 你看這個 貓草玩具 他應該是在裡面的 嘿 嘿 在裡面的 然後像貓咪這樣伸手去抓 抓不太到 但是橘子冰很聰明欸 他都可以把它抓出來 超厲害的 呵呵 欸 我的畫面怎麼卡住了 欸 欸 還會有聲音嗎 我的平板現在好像卡住了耶 哈囉哈囉 哈囉 呵呵 真的是覺得 有一點 有一點辛苦啊 啊 我們 但是我們又回來了 好不好 嘿咻 回到桌面 桌面 我們再來用我們的 不知道怎麼視訊 但是還是用視訊的形式 嘿咻 有了 哈囉 覺得這樣子的畫面比剛剛好多了對不對 嗯 剛剛 剛剛覺得畫面很神 很神秘 比較小的時候 嗯 還不錯還不錯 耶 好啦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橘子冰的小窩 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邊 紙箱 好像很高 好像很高 這是 頂樓加蓋 橘子冰的頂樓加蓋 因為他原本已經會跳出去了 這樣的正常的高度 你可以看到那個膠帶以下的高度 他是沒有辦法阻擋橘子冰 他已經可以跳出去 所以我就頂樓加蓋 然後旁邊設一個 活動門 這邊有一個活動門 呵呵 可以讓我出去進來 自如 所以橘子冰就在這裡 當然有時候會讓他放風啦 會讓他出來玩 只是 只是因為怕自己出門 然後橘子冰 在家亂跑 所以平常出門的時候 就把他在裡面 然後自己在家的時候就會 讓他可以非常的隨意 現在就來把他調整好 嘿 嘖 我覺得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剛剛因為 手機是拍照模式 然後我不小心點了畫面一下 當然就自然而然是拍照 然後結果整個就超卡 呵呵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就以為 他是不是壞掉了 然後結果其實只是在 只是在拍照 所以lag了一下 第四次了嗎 那麼多次了 好吧 すみません 對不起 欸橘子冰 你幹嘛 不可以 不可以用指甲 嗯 你看大家看到他的指甲咩 我這個指甲 很尖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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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看你 你這壞小子 嗯 壞小子 來 站在你的 形台上面吧 橘子冰 我先來逗弄他一下 他就會過來了 形台 你 你 你 指甲抓我 指甲抓我 我用鬥貓棒打你 哈 打架 打架 左右 左右 上上上下下 下上上 啊被抓到了 呵呵 可愛的小傢伙 對啊 終於可以了 希望這次不會再 再卡住啦 如果 手機當掉 我們等一下就用小螢幕來看看 因為 抱歉喔 事前我事前以為 他有視訊鏡頭 就可以直接是最大畫面 結果沒想到沒有最大畫面 是小畫面 可是覺得這種大畫面看起來比較 比較 比較舒暢嘛 對不對 呵呵 來 橘子冰 上來 決鬥 你在下面幹嘛 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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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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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他跌倒了 呵呵 他剛剛跌倒了 你是小笨蛋 啊 小笨蛋 欸 欸 你的攻擊的魚波剛剛差點抓到了 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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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高更高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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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 更高有點困難 蛤 蛤 有點困難了 蛤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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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要跌倒了 你要跌倒了嗎 你要跌倒了嗎 呵呵 好啦 你看 大家看一下 剛剛 還不小心被他抓傷 看得到嗎 這個小貓咪就是這樣子 他的指甲是很銳利的 然後尤其是小男生 小男生就很愛玩 小女生 歐里歐拉他們就還好 然後 橘子冰 因為是小男生嘛 所以特別 特別好動 特別愛玩 然後 常常都會打架 有時候手會被抓傷啊 有時候是腳 看他在下面 他在看我的手 感覺好像 什麼恐怖片一樣 欸 慢慢的往前囉 喔 跳到前面去了 呵呵呵 真的 欸唷 你在幹嘛 我咬你喔 嗯 壞小孩 那是小男抓我的手欸 對啊 蛤 橘子冰卡娃伊 他抓我 你們說他卡娃伊 嗯 可惡 欸 欸 欸欸欸欸欸欸 呵呵呵 欸咬你 你 在抓我 我 我 我要逃跑 欸 我要逃跑了 等一下 他今天有點過嗨 他今天真的太嗨了 他把我抓的有點痛 你玩豆貓幫就好了 你怎麼可以抓人 嗯 嗯 你看我還拿這個塑膠條 塑膠條給他玩 可是 我覺得他已經 有點爆炸了 好啦好啦 豆貓幫 不行 豆貓幫不能送 不給你 嗯 你 今天 怎麼可以這麼壞 啊 你抓得很痛喔 道歉 道歉 說對不起 嗯 說對不起 你不要裝傻 你有 你有 你有做錯事 說對不起 嗯 你 你有想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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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人欸 你抓傷我欸 你怎麼可以賴帳 你 你回來 你回來 你看著自己 你還在裝無辜 還想逃走 你等一下 不行 你坐下來 你坐下來 你好好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 嗯 大家在看著你 欸你 喔 你講不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看看你自己的樣子 你消夜 你消夜 你消夜要減少了 你消夜要減少了 你完蛋了 你抓人 哼 你抓人你是壞小孩 好 我決定我要先出去一下 咦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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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他家 哼 究竟有點熱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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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會跳很會跳 咦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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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上面呢 我有點 這邊不是很能夠看到畫面 上面呢 是他的 他的 其實不他的 是我的東西 只是因為桌子就擺在那裡 這樣子物盡其用 下面是他的小窩 還有他的貓砂盆 現在看起來 好像有一點亂 可是 平常那個小紫槍會放在旁邊 給他玩 但因為剛剛我進去 所以我就把他先移到旁邊了 那個小紫槍他都玩得很開心 只是今天好像 剛吃飽 因為平常我 我吃飽不會特別給他玩 都是隔了好一陣子 但今天可能剛吃飽吧 所以特別的 有活力 然後 有點過嗨啊 不知 不知手下 要留情 那個指甲好痛喔 我們來 坐著聊天吧 啊 啊 哼 哼哼哼 這樣子坐著聊天好像也不錯 對不對 對啊 拍一下房間 喔 剛剛手都被抓到了 覺得有點痛 腳也是 我的天啊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這個腳 有沒有看到 紅種 因為 被抓到 然後就會 就會變成這樣子 嘿嘿 對啊 不過還好啦 就是 之後再慢慢調教他 對啊 小貓咪通常 男生會比較 不知分寸一點 會比較會抓 那等他們慢慢長大的時候 就不會 所以其實 如果你家裡養小貓咪 不用太擔心 小貓咪 你到時候會用 秀 這應該念秀嗎 玩遊戲嗎 秀 玩遊戲 先再看看啦 因為今天也只是 測試這整個的環境 對啊 那 因為 我的手機 不是Enjoy 5.0 所以我想說 先借個平板 玩玩看 如果不錯的話 之後再來看看 拿藥布洗傷口 要這麼麻煩喔 我之前被他抓到 我就 沒有什麼特別管 呵呵 就 用水洗一下 就還好啦 對啊 為什麼發不出去 有啊 ADA25 23456 baby 我有看到你的說話 嗯哼 調教嗎 算是吧 對小貓而言 可是 你就是慢慢的教他 這樣子不行 然後他 慢慢的就會知道了 我家以前的臭小子也是 小時候很會抓 他把我 爸喔 抓到手 是整個流血 你看我剛剛的那個腳 其實 還不算是有流血 那算是破皮 然後 因為有細菌嘛 手指當然會有細菌 所以會腫起來 然後 那時候我家的臭小子 是把我爸抓到流血 很可怕 小時候超級兇 那然後家裡的 東西啊 旁邊的這種 沙發 都被他抓壞 就要鋪 鋪東西 對 可是後來好像到了五六個月以後吧 就比較還好 就比較不會抓 我覺得這樣好悠閒喔 呵呵 有其他21R的人用這個程式嗎 目前還沒有喔 因為這是最近才發現的 覺得還蠻酷 然後昨天偷開台的時候 就有十幾二十個人 今天看起來人好像也沒有到特別多 是不是這個 軟體 不太好用啊 我還以為 會很容易下載 然後去安裝 我覺得下載還蠻容易的啊 對不對 呵呵 而且這樣可以玩 還不錯 還是小房間 我的小房間 大東東 之前也有一次 在Twitch直播 然後拍畫面嘛 就是視訊 對不對 又隔了好一陣子喔 噔 之後比較沒那麼忙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來 試試台 好不好 用視訊鏡頭其實會比較好 因為可以固定住 像現在我是手拿著 就很累 因為 要一直 一直浮著 所以我整個攤在這裡 不是 不是很懶 是因為真的有點累 呵呵 對啊 有點累 要一直拿著 欸咻 你看有時候看到我的手 手手 這是我的左手大拇指 為什麼會拍到啊 視訊鏡頭不在這嗎 酷喔 喔喔是這裡啦 拍到指腹 指腹的地方 對啊 我覺得 沒有一個 可以掛的地方 喔 好累喔 如果你看可以掛在這上面 然後這樣拍有多好 就一直這樣子 但是現在不行 因為只能用我的手拿著 那我兩手這樣一直拿 就太累了 對不對 呵呵 所以我們還是慢慢來 慢慢的 用手扶著就好 我想要睡覺 呵呵呵 呵呵 拿著就覺得好累喔 剛剛被他抓的癢癢了 很想用舔 舔傷口有沒有 有時候 會覺得 受傷的地方啊 好像 就是沾一點口水 就會 比較快回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玩過 可是 我覺得會有 我覺得 確實是 可行的 你就 洗一洗 然後 稍微填一下 然後感覺就會很快的回復了 真的 口水可以治癒 呵呵呵 以後大家身上的傷口 都是口水味喔 沒有 公開房間 之前就有公開過來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嘿咻 這裡是 床的地方 其實我 不是 不是 不是很能夠掌握這個鏡頭啊 因為不太 不太理解 對啊 床 棉被沒有摺好 但是衣服都會摺 棉被不摺是 以前會摺 後來 我看到有一個 一個說法 這邊順便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 早上棉被啊 其實不要那麼快把它摺好 鏡頭在這裡 我應該 一直看這裡講對不對 很容易 看畫面那個 訊息 好 棉被為什麼不要摺好 原因是因為睡覺的時候 有沒有 蓋這個毛毯啊 睡覺 然後其實會散發 熱氣 就是 身上水分會散發出來 所以 其實棉被裡面會有一些細菌在 那早上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打開來 讓它通風 通風 你這樣子棉被裡面的細菌才可以 散發 散發走 對啊 不然悶在裡面 細菌就一直在裡面 這樣子其實不好 所以後來我看到那樣的一個說法之後 也不算是說法 就是科學根據 是真的 所以後來 棉被幾乎就比較不摺啊 就 就這樣子放 其實這樣也蠻通風的啊 呵呵呵 然後衣服跟這些睡衣我還是習慣摺 那個睡衣是NVIDIA的 之前拍的那個 欸咻 然後 欸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是 沙發嘛 我有點不知道 拿這個要怎麼介紹 房間 剛剛有人說想介紹 嘿 欸來來來長進 來長進 欸大家 面向這裡看看 這裡是床鋪 床鋪 很好 非常的 棉被沒摺 看起來就很亂 但其實還OK啦 然後這個是 欸 怎麼 怎麼 鏡頭好像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的位置 這是那個娃娃 呵呵 然後 好 過來過來過來 有人會卡嗎 那啊應該還好吧 然後這裡是小沙發的地方 在小沙發上面有 這個 飛鏢 飛鏢盤 啊飛鏢盤 上面這個不開玩笑 都是自己設的啊 但是有重複設 好不好 我通常就是設 就是五根嘛 有五根拿下來 我就拿五根 然後設 設到九根八 就 就keep住 如果設到 外面的話 我就會把它拔起來 然後再重設 呵呵 但是上面的這些 每一個痕跡 都是自己設的喔 都不是直接戳的喔 很厲害 這個 跟你講 看起來很容易 很難哪 那東西 超難的 我光是 這個喔 已經玩了很久了 應該 有一個月了吧 可以看到上面 密密麻麻的 應該看得出來吧 密密麻麻的 那個 玩了其實 蠻好一陣子的 呵 欸不對 為什麼我坐下來了 還要繼續看嗎 然後 小沙發嘛 小沙發 然後下面有 體重計 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樣子應該看得到吧 體重計 嘿 帶上這些東西 會比較重一點 五十四點六 如果拿平板 然後 然後 皮帶細掉的話 應該 就是五十四公斤 想要增胖一點啊 最近應該要 多吃一點 增胖一下 所以等一下 觀玩台應該 就去吃一下東西 買個 鹹酥雞 欸不錯 超級蟲蟲 後面 什麼後面 因為我沒有看到剛剛的畫面 所以 會延遲 其實 欸咻 如果拿另一個手機 然後來看畫面 只是 只是感覺好像 好像 沒有我想像中的順暢 呵呵呵 呵 另一個手機反而比較卡 可能網路資源都被這吃掉了 對啊 蠻有道理的齁 對不對 因為都被吃走了 真 真糟糕啊 呵呵呵 呵呵 太瘦了還好啊 小小怕體重計嗎 為什麼要怕 體重計 體重計我還特別買欸 因為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啊 你要 像有些人家裡 沒有體重計 我就不懂 很奇怪 因為 你要買個體重計 隨時測量自己的體重 那你才會知道 喔 身體的狀況嘛 如果有時候 換天胖啊 或是換天瘦了 那就代表有警訊 就要小心一下 對不對 呵呵 卡了 沒聽到體重 就 54點多啊 對啊 好 稍微休息一下 再繼續給大家看我的房間 欸咻 其實差不多啦 再來就是 電腦跟橘子冰的部分 你看這裡是小沙發 小沙發旁邊有個 算是茶雞吧 呵呵呵 但是平常吃飯我都在電腦桌那邊吃 茶雞上面有香蕉 BANANA BANANA 每天的早餐都是吃BANANA 這個很大根 吃完 一根BANANA 看要不要再吃別的東西 但是至少要一根BANANA 欸 然後這邊 有氣了 呵呵呵 還有 一些食物啊 之前 之前 買的還沒 還有有些人送的還沒吃完 繼續慢慢努力的吃 呵呵呵 然後 在旁邊 這個之前有說過嘛 這個 小隊長送的 我就把他掛在這裡 然後 在旁邊就是橘子冰的蛙啦 你可以看到 非常的高 所以 已經頂頭夾蓋到不行了 然後這邊有個視訊鏡頭 就是可以 來看 平常你要看的時候就是要這樣子 爬上來 然後就可以看到他在幹嘛 可是要站起來 所以後來我就 視訊鏡頭都常駐掛在這裡 想要看他的時候 電腦一切 就可以看到他在幹嘛 好 嘿 探出一個小偷 喔 跑上來了 嘿 好啦 這樣子拿著 拿著 手會痠 我們再來休息一下 嘿咻 今天預期是 嗚 剛剛滑 手滑了一下 今天預期是不是開一個小時啊 就測試一下 這個狀況嘛 我再看一下聊天室 看這邊 另一個手機可不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嗯 嗯 對啊 義烏送的T恤 看到了 直播中 一直在 什麼T恤 對啊 用同一支手機 登同一個帳號 同時直播會怎樣 我不知道欸 感覺很恐怖欸 還是 還是別 別來了好了 對啊 感覺等一下又壞掉的話 很糟糕 小槍你要幹嘛 今天就是 就是聊天啦 視訊聊天 原本是要 跟橘子冰都晚一點 只是 兩個問題 第一 畫面沒辦法 固定住 對不對 這個我沒辦法兩隻手 第二次他今天有點 暴動啊 剛剛還把我抓傷了 對啊 所以 可以放生他 讓他自己在裡面好好的玩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欸 這個平板 還有這個啊 給大家看 對啊 有沒有 這個板板 應該是要可以 可以 好好的放著 可是 放著都會往前傾 沒辦法這樣子往下傾 好 好煩喔 畢竟這是人生 少數使用平板的經驗 欸咻 但是其實還覺得還不錯欸 平板 感覺 畫面啊 這也還蠻厲害的 之後也想要 也想要換一下 就是 因為手機 我發現大家看手機啊 拍橘子冰的相關的影片 我大部分都是用手機拍 可是 覺得有時候出來的畫面 就有點不盡理想 所以在想說之後有可能 買個平板之類的吧 對啊 感覺這樣會比較順暢一點 嗯 你可以用手機直播當個創始神嗎 之後來試試看好了啦 之後啊 有機會的話 其實我還沒有用 還沒有玩過手機的minecraft 對啊 因為覺得 用手機玩minecraft好 好神秘喔 就是覺得應該要用電腦玩啊 用手機玩 感覺那個 敲每個方塊要一直點 感覺會不會很累 所以之後可以試試看 欸咻 巧巧那你可以介紹你們家嗎 剛剛已經介紹啦 剛剛已經 弄一圈啦對不對 那 想打我因為 我 害我 不能訂閱 為什麼 呵呵 平板在進了 哇這個 這個跳那個真的好酷喔 每次一般人如果手機拿得太近 都會先看到鼻孔 呵呵呵 會嗎 如果一直注意到那個鼻孔就會 就會 就會focus在這裡吧 呵呵呵 很可愛 什麼時候再來香港 欸我覺得 人 一年 可以出國一次 就是 就很 幸福了 我的 希望 也是這個樣子 你去 出國兩次三次 當然很好 很開心 可是你的存款 就 一無所有 所以我的預期也是希望一年可以每年都可以出國一次 目前都還 近幾年都還算是有的 就是一年都是一次 兩次 比較少 沒 沒印象 這三四年來 對啊那今年 去過了香港 對啊 所以應該不會這麼快再過去 呃 明年初的時候會跟蔡達他們去日本玩 所以明年的出國計畫基本上已經 定案 呵呵呵 對啊 如果在香港可以有 地方住有更認識到一些人的話 其實就比較有機會再去啊 不然的話 住宿費其實是蠻大的 對不對 呵呵 focus在髮型 髮型有怎樣嗎 還好啊 之前我 髮型幾乎都沒什麼變過啊 我就是喜歡 旁邊 剪掉嘛 然後斜瀏海這樣子 對啊 只要會去用這個直播嗎 就 再測試看看 因為主要還是要用平板 目前啦 我是用平板來開 對啊 是不是一直按著方塊 不是一直按 按喔 什麼意思 喔 是一直按著方塊 他在說那個Minecraft的手機版 原來如此 一直按著就可以 我以為 當初就以為 玩手機的Minecraft 那應該要像電腦一樣就是 滑鼠點嘛 就會敲 那如果是手機的話 一直點 一直用力 這個方塊 努力一下喔 對不對 很好笑 還猜到小隊長聚會 什麼時候來台中呢 來南部呢 我覺得台中就南部了吧 對不對 如果你說高雄之後會去啊 之後會去 今天莫名的發 謝謝齁 謝謝齁 難得齁 一定要請OEA的人來這邊直播 直播大家都是看大家的意願啊 對啊 我們不會特別規定說 團員 一定要固定的時間 或者是 要不要一定要直播 都沒有 所以大家看到 不論是阿神阿阿謙阿 米奈阿靜 梅子 巴拉巴巴 大家會去 玩遊戲 會去直播 會去拍影片 我們都是自發性的 就是沒有任何的 規範 因為本來就是 這種事情 是做興趣 不應該把這個 當成一個壓力 對不對 不過 有時候 會有一些固定的時間 像阿謙 他就很有 很有gaz 我覺得這真的很厲害 我就 還沒有沒有什麼辦法 他的每週五 就是固定要直播 只是 酷酷兄弟以來 就比較多 次休息啊 因為工作嘛 沒有辦法 但是在酷酷兄弟之前 他幾乎沒有什麼休息過 五根手指頭 或者十根手指頭 都可以數得出來吧 在一兩年內 就是那樣子 每週五的直播 就是幾乎 沒什麼休息 我就覺得很厲害 像我 固定 現在固定 禮拜二 玩minecraft嘛 日常新生活 然後禮拜三 玩閃鬼 然後禮拜日 禮拜日跟老天 他們一起玩 雖然如此 但是 常常 有時候 臨時有事 或者是 有什麼變故 就還是 休息一下 呵呵呵 對啊 我就會覺得比較 比較難固定住啊 這比較 沒有辦法 嗯 台中你不會冷嗎 其實台中的天氣還好 我給大家看一個很酷的東西 等我一下喔 來來來 登 這個東西 在 一鍵圈買的 這是什麼啊 它有四個模式 這個模式呢 是 現在時間 八點 唉唷 八點 快要五十分 然後 這個呢 是鬧鐘 鬧鐘 可以看到我是 定在 九點五十五 手機有條鬧鐘 這個是最後的 每天 至少十點前要起床 然後這個 沙漏呢 是計時 這是 我運動 兩分鐘的一些 運動 我就用這個計時 最後呢 這個是溫度 唉唷 我房間二十五度喔 前幾天 還是白天阿 還是二十八二十九的 我都沒有注意到耶 原來天氣變冷了 怎麼辦 這樣我會不會 很遲鈍阿 很遲鈍阿 原來已經二十五度了 我都不太清楚 覺得有點好笑 不過早上的時候我都會用這個 背毯 背毯很暖 但現在還好 可能也是因為一直在聊天吧 對啊 所以說 這禮拜的閃鬼呢 沒有錯 有沒有發現 我的直播就會 就會是這個樣子 唉 有時候 六日會隨性的 多開台 剛剛還 露死 miss了一個嘛 就是現在禮拜天 我會在NVIDIA開台 對啊 有時候會改到禮拜六阿 就是如果禮拜天我有事的話 然後 像這禮拜閃鬼 因為RWBY上市 當然是先玩RWBY阿 呵呵 就有時候會有這些 不可 不可預期的事情 對啊 但通常有時候 閃鬼禮拜三我miss掉 我就會禮拜四 或禮拜五 會想要補開 只是剛好這禮拜都比較忙 所以就沒有辦法補開了 QQ 恩 台中是中部好嗎 喔 這個我就必須要說了 我 自己說自己可以吧 因為人家說天龍國 這是一個貶義詞 但是自己罵自己就還好吧 我就是個天龍國人阿 雖然我是住板橋 板橋 有人家說 不是台北市 或不是天龍國 我當然自認自己是天龍國 對我們來說 桃園以下就是南部 呵呵 大家應該會踏拔喔 只是 這種概念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欸 台中 不錯阿 台中有沒有 北 台北的粉絲可以下來 高雄的粉絲可以上來 在台中應該是一個最棒的地方 可是其實 我發現好像不是這樣 就是台中我覺得 非常適合住人 可是 辦 像我們辦C打WT 台北人當然是最多的 因為 台北沒辦法 這個 他的場地也是最規模最大的 但是台中跟高雄 都是在差不多大小的場地 可是 台中人是最少 其實我一直想不通 我就覺得 有點廢解 因為 北部下來 高雄上來 都是一個中心點 應該要最多的 可是 都不是 對啊 反正是台北場 大家就會從台中上來 高雄上來 好累喔 可能是場次的問題吧 嗯 台中 欸 巧巧是在台中自己租的房子嗎 對啊 自己 努力 奮鬥 呵呵呵 說到底就是地理差 不是 這不是地理差 你住在台北 你應該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啊 對不對 這個 不是地理差 好嗎 這個非常的好 然後 有人剛剛有問到說 巧巧你為什麼會踏上 實況主這個道路 其實一開始 就是 就是在歐尼瓦 算是 後勤人員吧 對啊 自己也覺得 原本只是想做幕後 你有自己的一些規劃跟目標 當初只是覺得阿森的聲音很酷 想要幫他一把 那時候還想說 沒有想過實況這種東西 可以成為 可以成為 努力的方向 那時候看他 那樣玩 其實覺得蠻酷的 覺得他聲音很好 然後想說 說不定可以 讓他有機會 去當 電台主持人阿 之類的 對啊 然後 慢慢的慢慢的 投入越來越多 在去年中旬的時候 就被 拉來做直播吧 其實也不是拉 是自己 自己一直有在想 但是最後都沒有一個 最大的力量 這樣自己去做 然後那時候是 老皮阿神 那時候都有在講 他們想要有一些 Lamb Party的規劃啊 在那時候很早前 其實就已經有 我們有在談 然後就會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可以 嘗試的東西 然後就來 拼拼看 對不對 蠻酷的 就一直到現在 有時候我低頭 是在看這個手機 我比較以為我在 低頭是故鄉 不是 我在看你們的聊天室 因為我講得很認真 就 不一定會看到那個 跳瓶 香港人不吃不住 不買 三十年 不吃 應該說不吃不住 不喝 三十年都買不了房子吧 我也不是買房子阿 這租房子阿 沒有 台北也是 不是台北阿 台灣也是房子有夠貴的阿 我是覺得租房子就夠了 這個買房 好貴喔 算了吧 呵呵 現在是聊天嗎 對阿 是聊天的時間 今天就是來聊聊 原本要跟橘子冰 多晚一點 等他抓傷我了 我一定要再給大家看他的醉 醉 有沒有看到 紅紅的 真的很痛耶 難過 QQ 阿 這叫你什麼時候 才要再拍片阿 每天都有影片吧 我現在 我應該要對著這個景象 每天都有影片吧 呵呵 每次都很容易把 眼睛看到中間一點 會不會這樣放一點比較好 好像也不會齁 這樣子 對啊 為什麼呢 現在比較少辦Lamb Party 應該有感覺吧 Lamb Party 所以 Main Party的主辦人 是 秋風 老皮 阿神三個人 對啊 那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很有power在做這件事情 後來這件事情做起了 大家也有很多 很多要做的事情 應該說 當初能夠做 我就覺得已經 很surprise 因為 三個人各自都很多的忙碌 老皮 他的 他的工作是 阿神有我們 哇 秋風他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 所以其實要能夠湊到時間 是很難的 對啊 那隨著Lamb Party有辦成功之後 其實後續的發展就是希望 各自 各自 有power的時候就可以來辦 因為一開始大家不懂 一個人 沒有辦法做 那 一開始就三個人一起做 現在三個人都有經驗了 所以 一個人就可以 hold住全場來辦 一個Party 對啊 所以 理論上 當初的期望就是一開始三個人先 然後 後面就可以 個人 然後 自己再找人來辦 只是後來 大家 大部分都蠻忙碌的 像老皮他工作室也有很多很多東西 他也在拍 蠻多很酷的東西 阿神的話 就是用酷酷 酷酷兄弟 因為他有一些不同的規劃跟想法 對啊 所以Lamb Party 會辦 像 前一陣子 萬聖節嗎 那是什麼 萬聖趴 就有在辦 對啊 但是會 只是沒有辦法那麼的頻率那麼的高 畢竟 大家的主軸還是要做 自己要做的事情 對啊 比較可惜一點 但是 雖然說可惜 可是其實 我覺得對大家 來說 對你們來說也是好事 因為 辦一次Lamb Party 那幾天雖然會很耗大 可是 會讓大家 累個不行 因為實際上真的是 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去做 那當我們花那麼多的時間去做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有幾天 Youtube的影片可能沒辦法出 或者是直播會少一些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來看的話 也不一定是個好事 像這種大型的Party 偶爾辦 就還不錯 那長辦的話 其實反而會 不會把大家搞得太累 那也反而會讓你們 少看到一些東西 對不對 就是我這樣子覺得啊 我的腳也被 家裡的貓抓傷過 咬傷 好可憐喔 這沒有辦法 養 養貓 就是要嘗試 被牠抓抓 好不好 對啊 小小會實況手機賣看嗎 之後再來看看喔 我去拿一杯水 來 聊著聊著 口都渴了 外面是下雨的聲音嗎 感覺台中好像下雨 不行啊 不能下雨啊 我還要 等下直播完 我還要去買鹹酥雞欸 要多喝水 喝水是好事 對啊 巧克力也下載了呢 欸咻 有時候覺得這樣的聊天還蠻不錯的吧 之後其實 當初搬來台中 一開始就 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 一個talking 類似可能是talking show吧 掛著視訊鏡頭 然後這樣子跟大家聊天 不過 是還要做 好不好 是真的是要做 只是因為太忙了 所以 後來就比較少 對啊 像吃吃海也比較少開了嗎 這個不行 一定要再努力來開 好嗎 發現 巧巧 來那個小白又來的巧克力 我們這些在 秀上的都 快混不下去了 是在 秀主要開的嗎 我這個只是 測試玩玩嘛 而且我這是 跟你們不一樣 你們玩遊戲 我們玩視訊 對不對 偶爾 我真的很偶爾才會在這裡開 畢竟twitch還是我們主要 現在開的東西 家裡不能養蟲我過敏 其實我鼻子也是會過敏 對於 貓毛啊 或者是 灰塵 也會過敏 所以 有時候 玩橘子冰不能玩太久 玩太久的時候就會覺得 要流鼻水 不是玩橘子冰 玩得很感動 是過敏 是過敏 所以有時候不能玩太久 對啊 感覺很久沒看到吃吃海了 馬上 馬上 之後一定要來吃 欸我現在其實就可以來吃啊 我們來把 欸 鏡頭 嘗試放著好了 好不好 這邊會看到我好多雜物喔 好害羞 我來放在 放在哪裡 好 我來放在這裡 我來放在這裡 欸咻 會不會背光 好 其實今天有微微的準備的東西啊 要來吃 只是這裡好像背光 欸 欸 這樣會不會 等一下說不定會亮一點 我去夾一個東西 邊聊天 這個 等我一下 有時候怕這BGM 太大聲 等我一下喔 我來夾一個 不得了的東西給大家看看 先喝個水 嗯 不是 不是要去吃橘子冰 好不好 來夾一個不得了的東西 欸咻 從 冰箱裡 打開冰箱 打開 神秘的東西 拿我的 拿我的 拿我的這個擦子 擦上了一個 不得了的東西 哎呀 這個 馬上 就要秀出他的這面目了 再把東西 放回冰箱 橘子冰剛剛也叫了一下 那麼被他聞到這個香味了嗎 但是這種東西呢 他吃了 是會死的 什麼東西呢 登登登登登 Oh my goodness 莫非 這是 巧克力 布朗尼 欸 欸沒錯 就是巧克力 布朗尼 嗯 多下來吃 好吃好吃 我發現 這個鏡頭這樣子還不錯嘛 對不對 雖然 上面好像 因為背光的關係 沒有剛剛那麼的好 有點背光 可以讓他調整一下嗎 嘿 欸 好像 好像好一點點 但也沒有剛剛那麼好 不過沒有關係 剛剛咬了一口 給大家看咬的麵 哦 哦 嗯 真的很好吃欸 不開玩笑 這一個 真的很好吃 嗯 我很喜歡這家 這家是那個 精緻提拉米蘇 它有賣提拉米蘇 跟這個 然後都 非常的好吃 好 嗯 嗯 嗯 好幸福喔 人真的幸福 就在此刻 嗯 欸咻 我們來回來 這裡的光線比較好 看起來也比較 比較不錯 嗯 好吃欸 你們不吃嗎 真的很好吃欸 呵呵呵 好啦 不鬧你們 嘿 終於有吃吃台的畫面了吧 這個之後 再來開吃吃台 這樣子吃更多 不錯 嗯 好吃 中國還台灣人 台灣人哪 嗨 你好 嗯 好吃欸 嗯 雖然有點濃郁 可是 我覺得 布朗尼 就是要這麼濃 而且剛剛那塊布朗尼 很不得了的是 它除了一般布朗尼以外 它下面還有算是 算是小 小片的巧克力 所以增添它的口感 更好吃 很不錯 欸 什麼 你鬧完了啊 這不是鬧啊 這是在 享受美食啊 對不對 呵呵呵 然後吃完牙齒都要變黑 所以 可是好吃 為什麼都在吃 還沒有變胖很瘦 不知道 沒有啊 有做一些運動 我每天其實都還是有 運動一下 不一定一定是跑步 就是在室內也有很多的 一些運動可以去做 對啊 每天 分 因為我是分散式的做 就是早中晚 可能會做一下 這加起來應該有 也有個半小時吧 我發現我畫面是不是卡住了 把畫面給弄回來 欸咻 卡卡的卡住了 對啊 卡住了 原因是因為 是因為剛剛盪掉啦 SORRY啊各位 不知道為什麼 每隔一陣子就會盪一下 還蠻奇怪的 至少現在又恢復了對吧 那 時間也差不多啊 只是剛剛這盪掉真的很奇怪 我一直在思考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盪掉呢 合理啊 對不對 怎麼可以這麼好吃呢 對不對 沒道理啊 有沒有看到 光線 啊 真不夠力啊 欸有有有 這裡有一點 其實裡面有沒有看到那種不同的顏色 就是不同的巧克力 所以他在布朗尼 裡面還有一個巧克力片 美味 好吃 這才是真正的布朗尼 不錯 所以說啦 當料的事情我們不知道 但是 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照樣可以吃 所以說 我們還是好 想看看 可以吃嗎 特別有一個巧克力 吃嗎 所以 就是